韩剧中男主角做乳房摄影时 痛到表情扭曲变形 然而让他无法接受的是 一个大男人居然得了乳癌 台中的一名58岁正姓男子 也得了乳癌 心境就跟男主角一样 因为一般治疗 如果说今天都是有男有女 我会比较好一点的 可是我周围都是女的 就觉得 正姓男子说自己有健身习惯 去年初左胸突然变大 有如拳头一般 他还以为练出大胸肌 有点痒 抓破了皮肤 然后就喷血 血流如柱 就医才发现这不是大胸肌 而是乳癌第三期 有八公分大 因为已经看不到他的乳头了 肿瘤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伤口周围都是血 他接受化疗和标靶治疗 肿瘤缩小到两三公分 再手术 去年八月已切除肿瘤 预计今年五月 会完成整个疗程 罹患乳癌的男性虽不多 但是 台湾每一年大概平均 大概四十到五十位左右的 男性乳癌 医师提醒 男性胸部有肿块等异常时 千万不要因害羞 延误就医 动新闻台中报导